OK好 我们先从稍微再回顾一下 上次我们是认识了相关跟简单线性回归 其实简单线性回归可以一言以蔽之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从两个变相之间求相关的话 那也可以知道用一个简单回归 像这样的一个回归式 就是我们这里叫做线性模型 那这个线性模型里面这个A通常就是所谓的回归系数 那么我们上次透过第十章的介绍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回归系数 其实就是一种标准化的相关系数 所以标准化相关系数就是说 今天这一条回归式是这个没有结局的 就是B等于0的状况 就只有Y等于AX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线性回归 那当然其实它只有回归系数跟结局 我们要解读它也不难 那今天我们认识的要认识的三种批检定 我的作业设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给你们的初始的内容 都是用回归模子去跑批检定 跟你们传统的其他的统计教材 学到的很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要来让你们认识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简单回归 带你们认识批检定 然后后面我可以再预告一下 后面的包括变异数分析 以及这个分析类别资料的卡方检定 我也都会用这个线性模式来带你们认识 那么这个是我对这个变异数比较大的一个改造 那今天这个批检定 我的介绍 我带大家的学习顺序 会是先认识单一 就是单一Z检定 我不会讲这个可以跳过 因为有这个线性回归模式 Z检定是不必要的 我们不必要去认识 我们只要认识单一T检定 接着再学习相一样本T检定 最后就是这个独立样本T检定 顺序就是单一样本T 相一样本T跟独立样本T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个上次给大家的这个作业 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先来看这个第一个作业 其实这个我都是用电子书里面的范例 再去做 直接用电子书里面的范例去做 可是我是用线性模式 去带大家认识T检定 那这个作业里面也有提示 可以用那个T检定模组去做一次 那主要是给大家比较看看 用这个相关 用这个简单回归式 跟用这个T检定这两种模组做 有什么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样子你们可以更认识 这个像是这个T检定这样的统计方法 它的正面目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 就是一个单一检定的这个题目 所以这里 那我这里有提 有就是提示 除了就是有做描述统计之外 然后呢 你们要在那个 要在那个线性模型的报表上 就是要去说明这个线性模型是什么 这个有人写得出来吗 很难写 看其实不难 等一下就直接公布大家可以给你们看 然后再来就是直接用T检定模组去重置这个单一T T检定的分析 这就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你们就照着电子树上面的示范做就可以 那只不过我在这一个部分 我有同时让大家学习 母数统计跟五母数统计 不过以回归以线性模型的观点来说 五母数统计就是等级资料的分析 所以你们也可以说它是连续变相跟等级变相的分析 就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分析 这个Zepo的这个学生的档案 好那我就改到这里了 好那我就改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